這有點名唐略失敗 它就是那種味精味素感偏比較重的湯 還可以耶 今天又是Costco開箱日 今天早上去Costco拆買了一些物質 然後有看到一些新品想說 順便就來跟大家開箱分享 我們今天發現它的零食區 像是糖果餅乾類的東西 它其實每過一個月就換很多品項 那我們就先從生鮮還有冷凍開始來試吃好了 第一個品項是 紅玉航的花枝蝦牌上價一份是549元 總共是20Ju1公斤 那我必須說就是真的 貨真架實的花枝丸其實都很貴的 比如說像澎湖曼的那個花枝丸一顆 其實也就差不多20塊 好沒關係我們試試看 看它裡面又是不是貨真架實 這個的話它可以用油炸 也可以用氣炸鍋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就用氣炸鍋的方式來把它加熱 它必須要放在冷藏 先解凍3到5個小時 其實很小一個耶 它裡面是像這樣子一盒 然後總共有兩個 我覺得它裡面看起來的確是真的還蠻像那種 便當冷凍會出現的那種花枝一排 那我們就先去把它加熱一下 我們的花枝下排抓好嘍 它的表面是麵包粉的類型 你可以從外觀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裡面應該是蠻真采實的 它是可以看得到一些花枝塊啊 然後一些蝦子塊 蠻不錯的耶 我覺得以花枝下排來講其實雖然表現還不錯 只是因為我對它期望蠻高的 所以它就沒有達到我的那個期望 我覺得已經非常驚豔了 它裡面內餡條的味道 還有它就是粉類的比例 魚醬的比例跟花枝的比例 我覺得調的算是ok 它裡面內部還是蠻濕潤柔軟的 它的花枝中間口感也不會讓你覺得很難咬 它口感是稍微偏軟一點 不是那種很Q很彈牙的那種 是水分偏多一點點比較濕潤一點的內部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蠻好吃 只是因為它一片其實也蠻小的 所以你要說一片27塊的話 其實也不知道我特別便宜 比我的掌心還要小 對啊 然後它厚度也沒有到很厚 所以我不會用很便宜的價格的標準去審核它 我覺得它的餡料跟它的皮的厚度比例來講 它的皮稍微有一點點厚 就是如果你的皮要做這種口感的話 建議那個餡料我會建議會再更厚一點 比較不會有那種比較薄的地方吃起來 會是正口麵包粉的味道 你們如果有經過然後剛好可能有在特價什麼的 這個可以試試看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3.2顆心 我覺得這個我還蠻滿意的 就是吃起來很鮮然後口感也不錯 外面表皮也是 用氣炸的方式都能炸的還蠻好 所以我會給它3.5 接下來是冷凍韓式雜菜拌粉絲 上將一包是355元 我們之前有吃過同一個牌子 就是這個BB狗的紫菜捲 韓式炸紫菜捲 我們一致覺得那個還蠻不錯 而且很便宜 所以我們這次買了它的雜菜來吃吃看 它可以用平底鍋也可以用微波露 而且不需要解凍 所以蠻方便的 它裡面總共是像這樣一盒油四格 它就是一到二人份 應該是這個意思 打開裡面之後看起來就是一個醬包 一份冷凍蔬菜 還有韓式的粉絲 然後這個是微波加熱就可以 所以我們決定要微波加熱了 我們已經加熱好了 真的超級香 就整間房子都是那種麻油香油的味道 就我們兩個去韓國玩 然後我們在路上有吃那個 雜馬做的雜菜 然後我們覺得超級好吃 所以我們再吃吃看這個有沒有當年的味道 它裡面就是韓式的粉絲 然後我有看到有一些紅細菇 香菇 然後洋蔥跟紅蘿蔔 還有一些菠菜 我覺得以這個料理來講 一包八十塊的確是蠻貴的耶 開動 開動 它的粉絲本人非常Q耶 它有點太Q了 我比較喜歡更爽脆一點 但也許是因為它現在很熱 不過味道我覺得還OK 只是它給料真的好少喔 如果只吃兩個然後專吃這個的話 可能味道有點重會有點膩 味道方面其實真的蠻接近我們之前在富山吃的那個味道 只是口感的話這一包再更Q一點點 它的那個粉絲我覺得有點接近粉條的那種口感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它再軟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的話是味道還不錯 可是它的份量還有它的給料理來講 我覺得稍微比較沒有誠意 所以我就會給它三分 但我覺得它的確是蠻方便的 就是放在冰箱冷凍庫 可能你宵夜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用微波的方式加熱的確是蠻方便的 然後它的香菇有些是切的比較大塊的 它就不會跟醬太結合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泡在醬裡面 這個我只能給它2.7顆星 接下來是這個辣味鮮蝦雞絲冷麵 像這樣一盒是219元 它有一些雞絲看起來蠻乾的 然後一些蛋絲 還有蝦子大概有6支 紅蘿蔔絲小黃瓜絲 還有比較偏向台式的涼麵那種涼麵 油麵那種感覺 為什麼我會想買這個 其實是因為就是我前幾天 剛好有做一個焦碼冬粉 我最近就很喜歡吃這種有點焦碼 然後辣味的那種麵類 所以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買回來試試看 但我其實吃辣程度是非常悠悠版的 然後因為我個人是不吃小黃瓜的 所以我決定要先把小黃瓜先夾出來 然後再把醬加進去拌勻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會有兩包芥末 也許有些人吃涼麵喜歡夾芥末吧 它的醬其實給的很足耶 它的醬好甜喔 這不是我想像中的味道耶 而且也不焦也不麻 我其實是一個不太吃辣的人了 比較算是那種酸甜的醬 然後想要有一點點辣味感的話 這個會很適合你 這個味道跟我心目中涼麵 應該有的味道差蠻多的 這個醬這味道就是完全就是偏甜那個路線的 幾乎是不辣的 就很輕微很輕微的辣度 在你的舌頭上會有一點點麻麻的 所以你如果是不吃辣的人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 它雞絲沒有給的很多 而且口感是比較偏柴一點 蝦子的話總共有6隻 就味道不太合口味啊 我只能給它2.5 可能不會想要再委購 所以也是2.5 接下來是韓式辣炒泡菜年糕 像這樣一盒是299元 裡面有一些蔥段啊 年糕還有泡菜跟一些魚糕 它下面還有高麗菜 然後我們決定要先煮半盒就好 這個會它可以做兩款 就是你可以做成炒泡菜年糕 做成那種泡菜年糕鍋也可以 我們的辣炒年糕已經炒好了 我就是按照它原本的方式 就加水把它炒熟 然後另外一半給我加一點起司絲進去 把它拌一下 這個是原味的 沒有加起司絲的 先試原味的吧 好啊 很辣 但是我覺得年糕口感很好 味道稍微偏單調一點 就是那種辣炒年糕的味道 就是比較單純 比較單薄的泡菜味道 它的魚糕是比較偏Olan的那種口感 有點粉粉的 它有給好像是不一樣的魚糕 試試看 這款就好多了 牛棒的味道 就跟餐廳裡面的價格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已經是可以接受的了 就是因為通常 韓式餐廳它的辣炒年糕 一份也就是要200多嘛 然後它的量不可能給到這麼多啊 跟外面的韓式餐廳比的話 應該還算是還蠻實在的價格 可是味道的話 可能就見仁見識吧 它這個主要還是一個辣味 比較沒有豐富的味道啊 那吃吃看加起司的版本 會比較濃郁比較重一點 我覺得年糕的口感OK 它的蔬菜分量其實也給的比較少 所以我自己會是建議 你如果買回家的話 可能自己加一些高麗餐 我只要從陰區來一起拌炒 就會是很豐富的一餐了 如果是以它本身來講 然後我會給它三顆星 我覺得表現算是中貴中矩 然後價格算是我自己還可以接受 如果買這個的話 拿回去煮年糕鍋 它的泡菜給超多的 這個產品我會給它3.3分 如果我們很想要吃年糕鍋的話 我們會回購 接下來是可可蘭的蘋果汁 上價兩罐是399元 然後一罐是一加倫 所以兩罐是兩加倫 如果上價平均下來的話 一塊錢差不多可以買18毫升左右 講到Costco的蘋果汁 大概也有聽過另外一個品牌 叫做Treetop 因為我們以前都只有買Treetop的蘋果汁喝過 它是四罐 每一罐都是兩公升 然後它的價錢是365 也就是說它一塊錢可以買到21毫升 就差一點點啦 沒有差很多 我算是一個蘋果汁的Connoisseur 所以我剛剛其實有偷喝一點點 其實有差的 所以你來喝喝看 好 蘋果的一個酸味 香氣是有更多一點的味道 然後Treetop它就是比較甜 我覺得他們可能用的蘋果不太一樣 我其實會比較喜歡這一個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好喝 就它它的味道會比較Balance一點 如果平常有在喝那個Treetop的蘋果汁 不妨可以買買看這個 它也還是很甜 只是我覺得它味道更豐富一點 我覺得這個可能如果夏天啊 然後 可能加氣泡水應該會不錯 好的 我覺得要加一點點氣泡水 Sacrifices 我覺得是合適的耶 可能可以自己再加些冰塊之類的 就是沒那麼甜的蘋果汁打 可以啊 你以後可以這樣子喝 啊我就喝原汁這樣 但我覺得以蘋果汁來講 算是 多了一個層次的味道 所以我 會給它3分 因為我很喜歡蘋果汁嘛 Treetop的之前可能就會給它4顆星 那我覺得這個它又比較更好一點 我給它4.2顆星 接下來是泰式綠咖哩雞 大成還有香點子 這一個是369元 不過他們現在有活動減75塊 所以總共是294元 一份大概是150 先把它拿去微波4分鐘 我們的綠咖已經加熱完畢了 它好像全部都是雞肉耶 它雞肉塊是蠻多的 它味道好淡喔 真的非常淡 它就是奶味的綠咖雞 我覺得它味道有點不太多 然後它的九層塔 基本上是爛到入口即化那種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不錯的點 是它的雞肉蠻嫩的 雞肉本身是有鮮度的 2.5很略失敗 我會給它3分 我覺得雞腿的口感還可以 然後分量也給的還可以 它的雞腿裡面可能是有處理過 有醃過 不會說完全到沒有味道 可是它的醬汁偏淡 然後香肉的味道也沒有出來 跟雞腿也沒有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我會給它2.3分 接下來是這個 濃心鞍鎮湯麵 像這樣一盒是329元 然後總共是12乳 它打開之後是長這樣 其實分量應該蠻多的 來煮煮看 它就是一個韓國泡麵跟一個粉包 好的我們的泡麵已經煮好了 今天趕快來開動一下 它有一個鮮香味 其實不會到那麼辣耶 味道還不錯 但是吃得出來就是那種 泡麵粉包的味道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啦 因為它的泡麵用的是韓國的泡麵 有些人就很喜歡吃這個泡麵 可能比較喜歡韓國泡麵的人 可以買來試試看 如果對於韓國泡麵沒什麼研究的人 接近還是吃 台灣自己的泡麵就好了 它就是那種味精味素感 偏比較重的糖 這的話我覺得中規中矩 我給它上車型 我給它3.2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 可能自己買然後加一些料 不然吃完會覺得有點空虛的感覺 接下來是這個脆霜菇 像這樣一包要399元 其實算是非常高價的零食了 它這個的話 它是杏鮑菇跟秀珍菇 它說低溫真空油炸 然後它後面有說 你的吃法你當然可以直接吃啊 你可以把它放在濃湯裡面 當作上面的一個脆脆的東西 或是放在沙拉裡面 當作那個原本會有那個croutons 或者是你在阿波台水裡面 可以放脆霜 它後面推薦的吃法 但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高貴的零食 它其實裝的還滿滿的 但有的稀巴分嘛 可以看得出來它就是一整個菇下去濃的 像這個是秀珍菇 然後這個是杏鮑菇 就是它是有切片處理 滿脆的 會甜甜的 杏鮑菇味道被降到很低 會有一個尾韻有一個杏鮑菇的香氣 我覺得它有把那個杏鮑菇的甜味保留下來 可是菇味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不太喜歡吃香菇的人 吃菇類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我覺得它滿好吃的 還可以耶 我們其實 今天其實我們最看衰這個 這個冰箱 因為我覺得它很貴啊 因為說實話 這麼大包400塊 真的沒有到特別貴 應該有一定厚度的杏鮑菇下去 下去炸它才可以炸成這樣 而且我覺得它足以算是滿好吃 它吃下去不會讓你覺得是硬脆 是那種薄脆的感覺 像這樣一直吃 其實也不會到嘴巴會覺得很乾 當那種小朋友健康理吃應該也還不錯 它選這兩個菇類啊 算是一般人是已經可以比較接受的 如果是那種乾燥香菇的話 可能味道會 菇類的味道會再很重 而且這個純素也可以吃耶 這個我怕我真的還滿喜歡的 所以我會給它4.2顆 我會想要再回購 4顆型 我們把那個脆菇把它拿去泡水 可以看到它的那個水裡面是有一點點油分 但是不會到很油 會變成原本那個有點QQ的感覺耶 就是會有些許的海綿口感 可是基本上是有還原到那個星鮑菇咬下去那個口感 而且它的菇味變重了 哇那個絲感也出來了 好荒謬喔 這個味道也有回來耶 好啦我們真的太無聊了 接下來是這個 DJ&A甜辣厚切馬鈴薯條 600公克 包是269元 其實我們已經被這個品項燒滿久了 不過這個也要小提醒 就是它的包段上是沒有加鏈帶的 那這個它的口味是 Sweet Chili甜辣口味吧 我對於這種這種形狀的馬鈴薯 其實情有獨鍾 它是非常非常喜歡Rigis 給的份量算滿多的 大概包裝袋的五成滿吧 這個就是比較硬脆一點 唯一有一個酸度 最厚的時候還是可以吃到那個馬鈴薯的味道 它中間這個馬鈴薯的口感 有點像是就是冷凍鍋的馬鈴薯 因為總體調味還滿不錯的耶 我還滿喜歡的 沒有很重口味 因為它的它很厚 我比較喜歡那個口感 我覺得稍微偏硬了一點 但它裡面是鬆鬆的啦 調味是因為它比較粗的關係 所以其實外層的味道 跟裡面結合之後 並沒有覺得它味道很重 但我好像沒有吃到Chiller的味道 還可以啦 這個的話我個人是還好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特別特別喜歡馬鈴薯 加上它的調味 其實也不是我會喜歡的那種類型 它很像卡吉娜的味道耶 雞汁加茄汁的味道 對 有點這種味道沒錯 然後幾乎是沒有什麼辣度的啦 我可能會給它2.5分 那這次我之前不吃馬鈴薯的 但我超愛吃馬鈴薯 所以它現在有一點會吃馬鈴薯 就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還蠻合我的胃口的 加馬鈴薯胃很濃 所以我會給它3.8個 我覺得這種如果搭配那個BBQ 沒事燒烤醬 應該也會還不錯 接下來最後一個品牌是綜合馬芬 像這樣兩盒12入是219元 所以一個其實平均來說是蠻便宜的 不到20塊喔 其實馬芬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家 會去好市多買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對它還蠻熟悉的 不過它好像最近有變矮一點 它大小沒變 可是我覺得它有變矮 因為我大概已經一兩年沒有買馬鈴薯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期間發生什麼事 我今天去看我最喜歡的那個綜合餅單 它也沒有買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它們為什麼要這樣子 今天選了兩個口味 第一個是它最喜歡的Chocolate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肉桂蘋果 應該是它們的新口味 想說就買回來試試看 這個是蘋果muffin的 它就是上面有撒一些湯粉 嗯好像沒有明顯的蘋果塊 這個是巧克力的 然後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巧克力塊在上面 它就是巧克力味道很濃 然後比較甜 味道沒什麼變我覺得 它就是甜啦 有一點膩 但是一整muffin 我覺得如果你是比較怕甜的人 所以這個muffin你可能一個吃不完 我可能已經吃不完一整個了 我覺得它的那個muffin它的口感是偏濕潤的 然後就是一個很甜的muffin 巧克力味道算是蠻濃郁的 它在有些時候可能是2.5分 巧克力是2.5分 How dare you 太甜了 太甜了 巧克力我還是會給它4分 肉桂蘋果 其實很濃耶 我聞起來很肉桂 然後它拿起來是比巧克力再更濕潤一點 它就是發糕的口感 然後我有吃到蘋果粒 我有吃到蘋果粒 因為我平常本來不是一個肉桂控 所以我覺得這個肉桂的味道我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肉桂其實我可以 我覺得我現在可以吃一整個耶 因為它沒有到巧克力那麼膩 如果平常沒有在吃肉桂點心的人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我們兩個其實之前都不太吃肉桂的東西 但是 我跑去瑞典交換了半年之後 我就可以接受肉桂的東西了 因為那邊的 肉桂捲算是 非常非常常見的東西 我覺得相較之下 我會比較喜歡肉桂口味耶 因為它的蛋糕體本身比較鬆 更濕潤一點 然後它的味道我覺得是比較偏大人的口味 雖然它還是很甜 我覺得肉桂也不錯耶 我也會給它4分 肉桂的話我覺得還不錯 我會給它3.4 我覺得算是一個可以嘗試的甜點類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首流的開箱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推薦的品箱 是我們還沒有買回來吃過的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或資訊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啦啦啦啦 來吧啦啦啦啦啦 再一次 哇嗚 這是什麼我們在這裡 來的 你看那個巧克力就是 the good good 這是什麼我們來的 I'm here for